这户车赶赴现场 前方标志驾歪斜 一辆货车卡在分隔岛上 严重扭曲变血因几乎沉了废铁 车头内卡着驾驶乘客 消防队员拿破坏器材救出两人 但他们浑身是血意识模糊 送一击救双双伤中不治 认为说这位蔡先生 他有因为服用毒品 导致不能够安全驾驶 这就触犯了刑罚 死亡车祸发生在2020年6月 32岁蔡姓男子载着同事 要从彰化大城送鸡蛋到台北 行进台61线深港交流道时 不慎冲撞分隔岛 家属申请保险申雇理赔726万元 保险公司却发现 驾驶身上有K他命 喵喵 寓言 等9种毒品反应 保险区域里面他们第9条 有约定说地车驾驶人 他有吸食毒品或者是服用 违禁药的话 那这时候驾驶汽车造成的事故 他们就不予理赔 但蔡姓男子的父母主张 儿子车祸后需要使用药剂 麻醉开刀 但彰化低远审理 死者在事发前三周持有毒品 而且都超标一倍到四十倍不等 判保险公司聚赔游礼 驳回原告申请 记者 陈盛徐 李云杰 彰化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